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场和店员杠了起来 因为不管怎么看 这个摔碗的动作都像是故意挑衅 而原因呢 一丝不满 吃外食被劝阻 店员出声制止 情侣党依旧无动于衷 继续吃 两分钟后店家又告知他们一次 其实我们这边会吃东西啊 男子抬头横蹬店员 接着就把碗给翻了 吓了其他客人 直接带小孩逃离 而隔壁桌的被波及 满身甜汤 磨磨鼻子 自己拿卫生纸擦 少东西的话是可以吃的 然后后面我发现 他就是在吃那种正餐的东西 之后呢 我们同仁有跟大家讲过一次说 我们这边禁用外食 他讲了一次之后 他不听就去吃 讲了两次 他也是不听就去吃 事发在宜兰罗东夜市的知名甜品店 业者说店内本来就禁用外食 但如果是扫点心的话 他们也不会管客人 不过这名男子把食物摆满桌 连水饺都拿出来 才会被劝阻 对不起啊 我们的脚可以把他翻倒 那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一个碗多少钱 摔了碗硬说自己不是故意的 又拿出手机录影 大声呛瞎 让店家很无奈 只能说遇到这样的客人 实在难为 三连新闻张德山 雷玉景一览报道